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呢是9版本的DEMO演示站 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那个默认的效果 屏幕的高度也差不多 通过浏览器的审查工具 这两个审查工具 一个是Pro版 一个是9版本 我们都回到首评首页 刷新10版本 然后再刷新9版本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浏览器审查工具 这个是9 9版本一共是141个加载 3.2兆 10版本的加载是56个请求 1.6兆 从默认打开速度和加载量来看 Nuke Facebook 10版本是完胜的 但是我们还要往下看 先看一下9的 我们屏幕往下拉 随着屏幕往下拉 这个9版本的加载情况 是没有变化的 它这个141个请求 是默认都打开了 我们再看一下10版本 对比着看一下 它的10版本的加载情况 注意看下面 下面的请求数 请求数一直在变化 最后达到了182个请求 总传输量是4.8兆 这说明什么呢 Nuke Facebook 10版本 它是随着屏幕往下滚动 一边滚动一边加载 整体的加载量 比默认9的加载量还要多 9的加载量是140多 最后达到了182个请求 这个主要多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图片加载量 Nuke Facebook 10的图片 一共是164个请求 Nuke Facebook 9的图片 加载量是103个请求 10版本的图片加载量 本身就多一些 然后再看一下GS GS的加载量还是区别挺大的 9有13个加载量是113K 1.8K Nuke Facebook 9有很多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字体 字体的加载量是一样的 都是13个 再看一下文档 就是HTML Newspaper 9的文档是32K Newspaper 10的文档是120K 它的HTML文档还是比较大的 关于Newspaper 9版本和10版本的 加载量对比就到这 下次见